傻傻的店面掛買萬聖節裝飾 看起來超級應景 週六下午上門的卻不是客人 而是玻璃師大人 不好意思 店員有點緊張 趕緊詢問發生什麼事 沒想到遠景說 看人家就有那些畫面 你有門一段大 覺得你在萬聖節上身口酷的 你可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還好啊 店員聽了一臉傻眼 趕緊查看一下自家裝飾 不過調出監視器檢查 似乎真的有人被嚇得不輕 到底什麼景象這麼嚇人 實際前往店家門口 七樓草批鋪著繩子模擬蜘蛛絲 一旁窗戶則是掛著大蜘蛛 還有南瓜玩偶在窗內往外看 不會很恐怖 還滿可愛的 我覺得不會很恐怖 就跟一般的萬聖節裝飾 那今年第一次把萬聖節布置得 這麼比較明顯 應該是裡面可能有骷顱頭啦 那民眾可能覺得就布置得太誇張 事發在二十六日下午 新竹的一間重用品店 店家開業數次遇到狀況 懷疑可能是店內的骷顱頭嚇人 原警只能給出建議 將民眾反應情勢告知店家 並建議店家設置提醒表示 避免民眾誤會 萬聖裝扮雖然沒違規 但還是別太可怕 以免真的有人被嚇破蛋 見新竹綜合報導 可怕的 儘管 貶純 是 貶手 忍